好了 各位们 这个期待已久的这个震撼的小实验来了 是不是啊 这个这里可以已经脱糖了吧 但咱们的课兴趣班不计算课堂之内的 是不是啊 不计算啊 多老师给这个实验起的名字叫油炸气球和玫瑰花实验 就是把气球和玫瑰花塞到这个液态蛋里面去 但是咱们刚才资料里面显示液态蛋的费点是多少来着 零下196是不是啊 对 100多 但是作为这个液态蛋 它液态蛋在储存的时候的确在零下200多 它沸腾的时候到196了 它实际上倒出来的温度零下200多的 所以你作为刚说 你老是零下200多 你不要发生物 那这样 咱们先看看实验 尝试回来再解释解释行吗 来 实验 好 欢迎再次来到老度物理实验时间 这个实验非常的神奇 气球是实验器材之一 实验器材还有面前的这些盘子 最重要的实验器材就是零下200多度的液态蛋 那我们下面非常高兴的再邀请我们学校司陪优科学馆的赵老师 给我们上液态 来 有请赵老师 可以看看啊 这就是液态蛋 哇 好凉啊这个 好 现在看啊 为什么这液态蛋现在倒出来就沸腾呢 因为它现在它的温度很低 但是外面空气的温度很高 我现在把这个吹起来的气球放到这个液态的蛋里面去 但是它的温度很低 看看气球有什么反应啊 看看气球有什么反应 这气球是封好口的同志们啊 我们的气球放到很冷的液态蛋里面 发现气球会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 看好我们的液态蛋呢 在常温的情况下它都是沸腾的 因为现在外面外界空气的温度远远大于它的沸腾 这叫炸气球 油炸气球 但是我们的油炸油条的话 油条是越来越大 我们这个气球是越炸越小 可怜的气球越炸越小 中老师炸油条的技术还是可以 看看我们的气球 里面的空气已经完全被炸的液化了 所以里面空气的体积在急剧减小 所以气球这样了 有同学说老师你有没有可能做手脚呢 比如说气球你把它给放弃了 那怎么证明若是没有放弃呢 现在把气球捞出来 放到这个地方 看好 再看看我们的气球 再看看我们的气球 哎 我们的气球捞出来以后 它又恢复了原状 哇 上面还是很凉的啊 还是很凉的 杜老师冒出生命危险的 有点夸张啊 有点夸张 其实现在 已经不凉了啊 看 我们的气球 又恢复了原状 这气球为何如此神奇呢 那中间当然变出了两个舞台变化 正如杜老师刚才所言啊 气球体积极具缩小和极具膨胀 它就都是在短时间内完成的 那这里面伴随两个舞台变化 那这是哪两个舞台变化 自己先思考一下啊 好了 这个实验还没有结束 好 没有结束 这是气球 咱们有没有想到 如果 我放到液态蛋里面呢 不再是一只气球 而是一朵玫瑰花 杜老师这次不环保一次 不环保一次 就是把这个美丽的玫瑰花 杜老师一直是很有爱心的啊 是一个护花使者 今天可能要做一个催花魔手啊 来 看看美丽的玫瑰花 如果 也放到这个 零下二百多度的液态蛋里面去 看看有什么反应啊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 这液态蛋会距离的沸腾啊 看看我们的花是什么呀 摄像机镜头拉下来 见证奇迹的时刻 明显能够看到液态蛋加速沸腾 那是因为我们的花的温度将远远高于液态蛋的温度 大家应该都可以听到沸腾的声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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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同志们我们这个鲜艳的每个花的花瓣中 花叶中它是有水分的 当这个水遇到零下200多多的液态氮的时候 那科香啊这个水会变成什么 好我们拉起摄像机 看看我们的玫瑰花 看似还鲜艳 其实可以看到 它已经非常的清脆了 它已经结成冰了 这个已经是个小冰坨子了 可以听听声音同志们 可以听听声音 现在这已经不是花了 这是一个美丽的冰花 冰花 同志们可以看到它表面还会有一层白色的霜产生 表面还会有一层白色的霜产生 那这是怎么产生的 这是一个很好的密集 自己想 这是个小冰坨 再来一次 没过也 再来一次 看 有距离的沸腾 好我们再观察下一个现象 同志们 观察下一个现象 就是刚才说的那个 现在 玫瑰花在里面的时候 看现在颜色 刚拿出来的时候 颜色还是红色的 注意看 一会儿 它上面会有白色的东西产生 白色的 这应该是霜 思考这霜 白色的霜是哪来的 这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密集 你看 逐渐变白 随着摄像机 应该可以看到 它上面白色的霜 在逐渐变多 再听一听 它清脆的声音 哟 很凉的这个 这很冷的 它温度很低 它现在已经很脆了 好 那拉起摄像机 不能再对这个实验 练练不舍了 且杜老师的内心很痛的 为什么呢 一朵鲜艳的美丽的玫瑰花 就被杜老师这么摧残了 但是呢 我觉得它是值的 因为 它用它的生命 演绎了 舞台变化 帮助咱们同学 理解了 好多物态变化的知识 如果 你一点都没有收获的话 那你是对不起这朵花的 是不是啊 关于其中 涉及到的一些 物态变化知识 吴老师 回到课堂 马上 跟你讲解 好 这个实验 到此结束 好了 实验回来 杜老师在实验里面好像 已经说的差不多了 是不是啊 对 你想这个气球放进去之前 气球里面是什么 空气 空气它也是一种气体 是不是 对 那主要是气体 等它预冷的时候 都会变成什么 都会变成液体 液体是不是啊 对 老师平常我看的空气 怎么没变成液体呢 因为咱们平常很难 温度到零下200度左右 是不是 不可能 零下200度 我讲不了课了 是不是 对吧 讲不了课了 那你看这个 这液态但是零下200度左右啊 我把这气球放进来 气球里面的空气一旦遇冷了 空气会液化成什么 液化成液体 液体是不是啊 对 那你想当里面的气体变成液体了 体积将急剧变什么 急剧缩小 变小是不是啊 对 所以气球体积变小 肯定是先什么 先液化 先液化是不是啊 对 你看 从拿出来就这么点了 是不是啊 剩一层皮了是不是啊 因为里面就变成液体了 是不是啊 但拿出来以后 放到这个空气中 因为空气的温度 肯定比液态蛋里面的温度 高很多 高200多度啊 是不是啊 对 那在这个里面的空气 在吸热的情况下 又马上怎么样 马上气化 就气化了是不是啊 对 液体吸热就会气化 对吧 对 所以先液化怎么样 后气化 先液化后气化 是不是啊 对 然后就恢复原状了 是不是啊 这气球有没有漏气 没有 杜老师做实验 是比较严谨的 是不是啊 不漫人 是不是啊 好 那这个先液化 后气化 实际上跟那个瓶子 吞气球倒过来了 是不是啊 对 那它是先气化 后液化 是不是啊 但是原理是一样的 好 这个实验的尾部 杜老师还放了一个 玫瑰花在里面 对吧 其实玫瑰花放进去以后啊 跟气球放进去 稍微有点不一样 因为玫瑰花是写 是钢板来的 那花瓣里面实际上一个很重要的成分是什么 新鲜的玫瑰花 对 它里面是不是有水分啊 对 你一想这个水 把它放到零下200度左右的液态蛋里面去 那水马上就怎么样 变冰 变冰了 是不是啊 对 所以这玫瑰花拿出来以后 它就变成一个小冰坨了 是不是啊 那这主要里面就是玫瑰花中的水怎么样 发生了哪个物态变化 凝固 凝固 发生凝固了 所以玫瑰花这个冰坨 你看敲到桌上 你惊得闹闹的响 这个我只是凝固 还有 你看杜老师在做实验的时候 让你提示看一个现象 把玫瑰花放进去的时候 这个液态蛋沸腾的会更剧烈一点 为什么 吸收玫瑰花的热量 对 因为你玫瑰花是空气中过去的 是不是啊 对 空气的温度会比较高的 是不是啊 对 所以 你给它温度 给它热量的话 这里面就非常会更剧烈一点 实验里面还有一个很明显的现象 这个变成冰坨的这样的一个玫瑰花 从液态蛋里面拿出来 我提示你看了 这玫瑰花上面有一层白色的霜 你仔细看到没有 看到了是不是啊 对 这是怎么回事 这是我们下期课讲的 凝化 好 那下期课再说行不行 行 下期课也有好多实验 好 下期课见 小吴梨 赵老杜 好 朋友们 如果你觉得这几个实验很不错的话 你告诉我你喜欢哪一个实验 你别忘了在课程评论里面 说两句哦 对 杜老师我喜欢哪一个实验 哪一个实验太精彩了 你不会吝啬你的笔墨不写吧 不会 不会是不是啊 哎呀就告诉其他来了解这个课程的 杜老师那个油炸地球实验太精彩了 杜老师那瓶子吞地球实验非常精彩 你不会小气吧 拜拜 好 杜老师等着你的评了 好 再见